歡迎收看海外賽事攻略 經過之前的英國王家瓦士谷賽期後 越洋賽事繼續進行 去到星期日6月30日香港時間的晚上 愛爾蘭方面有越洋轉播賽事來到香港 主題賽事就是愛爾蘭打比大賽 上屆看過了 上屆記得當晚和德國打比在一起 德國打比今年再退後了 我們經常說愛爾蘭打比真是惡白人打比 這屆也出馬不少 雖然之前報名的陣營更多 現在據知出賽的馬匹暫時會比較小 而且今年愛爾蘭打比肯定是小的場合 所以出馬不是那麼多 不可能有大部分好些的馬 剛剛跑完王家瓦士谷賽期的賽事 未趕及這個賽事上陣 但怎樣也好 近年古摩亞陣營愛爾蘭打比 舉速輕重 就算出馬少些也好 經常都是他們贏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看 今屆他們的參戰馬 是否真的夠贏得了 當然不代表其他參戰馬沒有能力 至於舉行的馬場 就是愛爾蘭的卻拉馬場 近年大家對這個馬場 我相信都熟悉了一點 而且他在愛爾蘭方面 其中一個最大的馬場 甚至叫最高檔次賽事 他最多在這裡跑 不是他就是你奧拍 愛爾蘭打比大賽 是2,400米途徑的賽事 始終愛爾蘭也是巴里多爾陣營 至少不用飛去英國跑 是主場的 主場 起步不久,轉微微的彎 那個不是太急 在鏡頭看,就是一邊跑 一邊轉彎 對,正在轉彎 其實很空曠,你看旁邊的畫面 一望無際 好,看看參戰馬 先說一下惡白人的陣營 爽到極又在這裡 還有一些南加名城 都是很受注目的馬 那是莫亞的,那隻南加名城 其餘還有的 你看一下,文化源流 你們都見過這些馬 所以惡白人就放了一個陣在這裡 看看可不可以成功 避免愛爾蘭打比 再看後補加入其實是和氣 也要給10萬元的勾羅 勾羅,要補進來 但是補進來 待會都可以看看參考的飛數 都挺熱的 不過說來說起,都是兩匹馬 鬥的賠率之局 你看到和氣和南加名城 英國打比亞軍和貴軍 這兩匹是這次跑外人打比 熱了 再緊隨大祭典 暗牌一點 上次是大勝對手 都是有些飛數 10倍留下 好了,我們看看近五年 愛爾蘭打比亞 海外大熱門的成績 海外大熱門的成績其實是挺好的 近六年就贏了三年 近五年 上加多產巨匠 2022日平頭大熱的韋史 和戰神一 馬仔厲害 戰神一馬女挑戰 第四 在2020 聖雅之路也是大熱門贏 御庸畫像像熱門新粉 大熱門新粉派力宜 所以你說 為何叫我 惡白人打比 熱門馬多數都是他身上 也可以 惡白人贏了十五屆 所以今屆要贏第十六屆 不過今屆要贏 有個後補加入 會攔著腦子 和氣 為何呢 在英國打比大家見過他 他不是惡白人陣營 當時他贏不到 輸給明戰古城 但是第二 其實我自己覺得挺有說服力 馬名是和氣 但是配搭人不太和氣 搞得又換了希福年 幸好希福年都交到 當然前面那些不枉此人 曾經也有點難他 但是你見明戰古城 在其內 他都是脫開的 如果說再跑長一點 因為明治古城的級數 不過今次他收起了 跑日食大賽 就不跑這場愛宜蘭打比 但見到明戰古城 跑日食大賽 他才後補加入 他就對這場愛宜蘭打比 比較有信心 如果看過英國打比這場賽事 應該我覺得 如果我是和氣的幕後 我都會後補加入 都明贏你的男家明成 但是今次你說很強的古摩亞陣營 如果對他來說 可能就不是 現在他普及後 我想他都會受注目 一定是 因為始終是亞軍 南加明成是貴軍 近三年在英國打比的三甲馬 如果來跑愛宜蘭打比時 即是怎樣 其實都是不錯的 你看看多產巨匠 英國打比贏完再贏 即是孖寶包辦一個 早些 例如韋士帕第三甲馬 在英國打比 都保重愛宜蘭打比 再早些巨峰浪因高多分 都是第三甲馬 可能對手有些強手休息 有些乘機在這場賽事 其實經常說愛宜蘭打比是安慰獎 英國打比贏不了 很多都保重 或者是一個叫錦上天花 贏完英國打比 立這場愛宜蘭打比 希望希福蓮都可以揚慰一屆打比 當然一級賽他的命運 他總是有時都差一點 不過也想說和氣 其實他以往跑法 出道初期 他喜歡擺一點點走 但是他一去到打比預賽 或者打比 開始已經改變流後跑法 好像他的效果不錯 當然上次回來也要訪問 廉馬斯、范思維 如果前面那隻不枉此行不阻 他有沒有機會 其實我想都是名前估成的 其實他都硬正 除了上次打比之外 前一場贏大草元州 就在呂黃瓶都保重 這個形狀來說 這場馬都是強的 看看這次的 不過這場小馬 如果你看到惡霸人陣營 他都有一些電套馬在這裏 我想報速就不會太馬 但是這隻和氣可以跟前一點 以往都是擺前 即是他不太受影響 最重要是不要學上次 有這隻吉馬在這裏 真是慘了 其實養足他全程 尤其是直路初那裏 阻礙了他很久 結果等希福蓮 等那個時間其實挺長的 經常都說 長途賽 那些長途馬是需要時間給他開步的 看著名戰古城都過了他才開步 那當然是難跑一點 但是這次沒有名戰古城在這裏 而且阻礙了那麼久 即是藍家明城是被他拋掉的話 我覺得藍家明城就更加沒有藉口 看看這次會不會可以調轉到名次 那這兩匹的比較受注目的馬 我自己就這樣看暫時 好了 有沒有一些挑戰者 外來的挑戰者能力不明的馬 當然有 不會沒有的 大祭典 那真的 大賽都沒跑過的 他是剛剛那些三歲馬的新馬賽 不過他贏得很遠 兩歲就贏了一場交三人草地 金國一出這場就背著136磅 都贏了整八個馬 或者萊斯達 不過同場第二和第四都跑了 再出都是跑第四而已 是呀 之後再出就普普通通 我們說戰績 但是上一次他都叫做 一增程上來2000和季內first up 都應付得到而大勝而會 當然血統就很漂亮 即是負勢愛都之聲 我相信場力 你本人肯定都到 是呀媽媽都是生一隻三級賽 達利錦標的菲麗仙 都是一隻挺高班的馬 所以血統都可以試一下 即是跑大賽 還有這件衣服 真的好旺 是呀三圖賽 是呀 很多大賽都立了 而且好像很貴 我看這個身價 是呀 差十萬圈來的 那麼厲害 血統都不錯 是呀 那偉利安的馬 我相信偉利安 這些都不是無的放肆的 列馬師來的 還有看這馬剛才的片段 雖然贏了那些對手 之後就跑得一般的 但是你比較那些第二、第四名的馬 那個跑支 我想真的跟他有些距離 還有那些馬的腳法很爽 一開了一部 一聲去 看看會不會第二隻名演說 即是那些大賽未跑過 殺驚無神就來贏了你 我覺得都不一定沒有這個可能 我對他有些寄望偶 好了 至於股邦亞陣營其他的馬 又有沒有機會跑得到三甲呢 又看看吧 跪著廣場 其中一匹 叫做多些朋友看著的馬 是的,車時安平都跑過了 因為始終這次愛爾蘭打比 是他們的主場 即是大本營 很多時候 可能之前那些熱身賽跑得差一點 去到愛爾蘭打比 都會再提升那個名次 他的目標很清晰 又不跑這個黃鞭 當然是那個賽奇 即是跑的 寧願休息多一個星期 就跑這個愛爾蘭打比 所以都很明確的 這條片你也看過幾次了 你對著那隻Hitonor就很難埋伏 沒有了沒有了 拍都拍不到 可惜一點 但那隻真的傷了 那隻初初都有報愛爾蘭打比 最後可能進度都未行 所以都不跑 甚至乎高多分高 古志偉都沒有出 我們經常都說我白蘭打比 他一個成績又怎樣 當然不會太差的 要包了前四名的 現在常年是多產巨像贏 一、二、三、四都是他 不只一屆 2020年出六隻 亦都是一、二、三、四包了 2019年出五隻 是一、二、三都會包了 所以你不要看他所謂那些 好像富居 其實包了前年都不奇怪 沒有富居這件事 當然有一匹比較注目 升那匹多數都沒有令大家失望 但其他那些 原來看演出又不太差 因為我們所謂的富居 可能是安排了騎士的配搭 感覺上 摩亞是怎樣都是第一選擇 其餘可能是羅敦那些 算下去二、三選擇 其實他比上不足比下 他不夠自己的主力跑 他贏了其他餘下那些 你再看片子就知道 剩下那些好像都差一點 是的 如果你從另一個角度看 那些都是獎金 肥水當然是不留別人田 甚至乎如果跑好一點 可能分高也會賣到香港 試見過的 那些 所以都有機會 所以那幾匹 你以為望亞沒有跑 那幾匹 你又不要看得太低 好 馬小小 選一匹初選 初選 後補加入 加了10萬元的歐羅 就跑這場 就和氣了 因為目標很明確 你見到明戰古城 他不跑就馬上報名 而且看起來 他開始改變的跑法 我覺得效果挺好的 這場也預計 可能前面 爽到極 都要前面走一下 希望放得快些 就會幫到他多一點 這筆和氣 都是教堂俠福的兒子 喜良 都不需要懷疑 不過跑到愛爾蘭 你始終是莫亞那些 和我爸人是主場 希福連的發揮 會不會有一點 場地不太熟 差一點 這也是跑線制 所以林家明成 他都實正 其實上次是第一次輸 這次一樣派出爽度 夾在前面跑 我覺得 帝王成有沒有贏過 爸爸贏過 他都有機會贏 剩下那個位 我自己大祭典文化源流 我也想過 大祭典可能 想像空間比較多 文化源流不是不好 其實王家亞事谷賽奇那場 他都跑得OK 全程在外甸市 回來第五 但是你說 說那個印象 即是有機會爆上去 可能大祭典是其中一隻 你看他贏了一場賽事 雖然說對手弱 但都說過 那些腳法很利落 加速力也好 馬身價又貴 七十萬堅尼 不會買回來 跑普通的賽事 突然跑完一場新馬賽 離跑打比大賽 成功例子當然不多 但是你說三甲這組的對手 我覺得 可能真是和氣那些 比較厲害 其他那些真的 他未必會輸 所以大祭典 加上聶馬斯、韋利安 近期手風也不錯 所以初選結果 兩匹之下 我就選了他 大家留意 再回到愛爾蘭打比大賽 賽馬的賽事 我們轉播九場賽事來到香港 頭場賽事開跑時間 其實在香港時間 晚上八點鐘左右 大家記得看著電視 這個星期之後 當然是下星期 香港賽事物 越洋賽事更密 星期六日吃大賽 只有七月 那些人讓賽 都排一位 星期日還有德國打比 還有法國莊柏得大賽 數一數 英國、法國、德國、南非 都有賽事 而且下星期轉播來到香港 所以大家記住留意 下星期是很豐富的節目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繼續和大家 海外賽事攻略